这边是旧金山港口大厦前面的景象 这边很热闹啊 今天也是周六嘛 人挺多 现在是黄昏时分 现在差不多有晚上傍晚六点多吧 这边很热闹 这边有一个从东到西的这么一条公路 人也比较多 也是一个交通的干线啊 这边 人们到这边好像主要是休闲 这边有一些年轻人在玩滑板 也有一些人在骑这种人力三轮车 拉着游客旅游 所以这边的确是挺热闹 也是人们休闲的一个地方 这边就是旧金山的渡口大厦 这个我在大厦的最下边 他们拿那个狗 为什么套那么一个东西 为什么给狗套一个那样的 这狗好恐怖啊 为什么给狗带一个那个东西 这个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样对待这条狗 这边感觉不错 这边有好多游客感觉好像是 你看有的人还穿那种棉衣服 现在说应该是最热的时候 现在是八月份吧 八月末嘛 结果这边有些人穿得很厚的衣服 也是旧金山这边太凉爽了 有的人穿得很薄 有的人穿得很厚 有的朋友说你不适合在美国生活 还是回国吧 但实际我现在不想回国 我觉得在美国这边 这两年也差不多习惯了 虽然这边有很多不济入人意的地方 但是整体来说人际关系比较简单 不像在中国那边太复杂 各有各的好处吧 所以觉得还是这边过得更加顺心一些吧 虽然不是太舒心 但是还是比较顺心 不是太舒服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 没有那么多头绪吧 就是这的感觉 没有那么多头绪 这边车比较多 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呢 人和人之间想的太多 关系弄得无限的复杂 这边呢相对简单 这样最好 至少是在中国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一般都想着到领导家看一看 或者平时呢 想着维护一些关系 这边呢就不用啊 这边只要你正常的工作 都不需要额外的去维护一些关系 一般是这样的 所以还是相对简单 越简单这个生活就会越快乐嘛 如果生活太复杂了 就太累人了 我们国内那个小区 是停车位不多 但是有一些其他小区的人 到这来抢车位 发生一些争执 然后大家在微信群里 其实那个微信群是我建的 我是群主 然后大家在群里说 你看咱们小区的停车位 都被外人占走了 然后就想找一找 社区的领导呀 把这些外来的车给轻走 外来的车说 这个小区 是开放式小区 这个地也不是你们小区人买的 我们随便停车 然后社区领导也说 对呀 那他们停车 我们也没有办法 后来我说 法律 从法律角度来讲呢 当然他需要查法条 但是也有那种自然法则 就是那种约定俗成的 历史形成的 就是说大家 这个小区的人 从这个门进 从这个门进进出出 那么呢 这个空间里的车位 自然就属于本小区居民的 其他小区的居民 是没有权利过来抢占车位的 他们到这儿 不但占车位 而且还画圈 就是画 拿那个反观追 就是霸占吧 就是说 即便是他不停车 也不允许别人停车 如果 我们小区的居民停车呢 他们就过来骂 并且 把他们的车打横 挡着我们小区的居民 不让他们出 也发生 不少争执 以前也报过警 警察也来处理过 警察 也不管 警察说 这个应该找城建 找城管 说这是 不归警察管 完了城管说 我们只管路边的 不管小区内的 所以说 警察跟城管 互相推 警察说找城管 城管说找警察 谁都不管 然后找社区领导呢 社区领导也说 这个管不着 这个没办法 这 法律也没有规定 说 你 你北小区院里的 这个一定是 你小区的地儿 所以后来 闹得也没办法 我昨天跟 群里 跟 以前那些住户 同一个小区的 居民朋友们说了 我说 你就 就直接啥吧 我说 我给他们写了一个 我给他们写了一个材料 写了一个材料 我说你们就直接找 找一些居民呢 居民委员会之类的 反映一下情况吧 至于他们是不是这样去做 就没办法了 我就不管了 我说你们把 小区谁家有几辆车 都都 车号多数号 什么颜色的 做成一个表 然后呢 对吧 我用电脑把那表都做出来了 我就说你们自己添吧 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然后就 就这样的 所以也很闹心吧 大家心不齐 然后就 反正都生气 但是谁也不想出头 所以 这说来话长吧 也就 不想来 说这些事吧 反正就 已经离开中国了 就不想再牵扯那么多 那边的恩恩怨怨吧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也是 在其他小区住的时候 也是 出了什么问题了 大家都躲着 都不想出面 然后看热闹 然后也还有趁机 从里头挑事的 所以后来 想了想 就觉得挺无趣 挺无聊了 就 就 不再跟他什么了 到里边看一看 到里边 转一转 所以想了想去呢 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 就是 就在这边先这样生活着 如果回中国生活呢 可能就是 换一种活法 假定回国的话 有些事情就 会顺其自然吧 不管 好还是不好 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 就只能 走一步 看一步吧 其实 也觉得 人不一定有特别 长远的规划 当然我这么想 也许是不对的 我是觉得 需要 偶尔的时候 需要想一想 以后 很长时间之后会怎么样 但是可能更主要的是把现在这个时间过好吧 就是现在的事情做好吧 只有现在的事情做好了以后可能才会 越来越顺畅 就是这样 大体就这么一个想法 这边的自行车 被泡的物品的时候呢 就有 记着有个小伙子喊啊 说他们必须赔 不赔八二十 怎么怎么的 然后喊得比谁都响亮 但是到最后去找的时候呢 然后他 找不见了 逃之夭夭 而且有几个其他喊得特别激动的 其实后来都消失了 反而是 反而是 当时我默默的 我一声 一言不发 我默默的收拾自己家仓房 后来 后来我去找物业的时候 然后找开发商交涉的时候 发现一回头人没了 只有我一个人 后来呢 只有我一个人去跟这些开发商 跟物业谈 呃 就是说 大家只是在背地里使劲 背地里都一个比一个厉害 但是实际到真正 场合的时候呢 都念退了 都躲起来了 好了 后来跟开发商他们谈妥了 说 怎么赔偿 但是呢 到了赔偿那一天 然后 我既然没有接到通知 那些没有出面的人都 好多人都领到赔偿了 等我去领的时候 往了物业那边说 后来我们通知你们谁是谁了 他没跟你说吗 我们已经指定 某年某月某日的几点 在哪会儿 现场去赔偿 什么过期补后啊 意思是 我说不知道啊 所以后来呢 其实 那是我跟他们谈 谈妥了一个大体的方案 最后赔钱的时候呢 最后拿钱的时候呢 我没拿着 反正是那些躲在后面那些拿着钱了 所以觉得也挺挺挺有意思吧 就觉得 这个中国这边可能 人们这种传统意识啊 可能 挺有意思啊 就觉得 也挺无趣的吧 就是也够了 就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算计啊 什么的 就觉得没意思了 所以就 就这样吧 所以 在这边简单一些 过一些简单的生活 虽然在这边是底层 但是底层就底层吧 也没什么 就按照底层的方式 在这边生活 每天赚钱 然后交房租 然后每天这么悄悄地活着 然后悄悄地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样 长祥 试图长祥吧 就这样吧 有的时候心情很感慨 就觉得 总之希望中国会越来越好 但是对于这种人性 对于华人的这种 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 觉得 觉得挺挺 很难说 就像当年 日本鬼子到了南京 应该也就五六个日本兵 压着两千个人 去执行集体枪决 没有绑 也没有手铐 就直接大家 两千个人 默默地就跟着日本兵走了 然后被执行枪决 所以觉得很可悲吧 这是一种民族的 这种 不知道 好了 我就继续 溜达溜达 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心情很复杂 真的 不想想这么多 复杂的东西 还是喝水吧 嗯 我这种好 吴 谢谢大家